有五兆雙载骑士行进了一三九线一处弯道 失控冲到对象撞上一辆小货车 还有一名女骑士 导致三个人受伤送一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在台中市的复兴路 凌晨则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 一名六十九岁男子 穿越了没有号制的路口 结果被一辆机车给撞上 行人送一抢救不治 骑士也伤重送一观察 行人穿越五号制路口走到一半 先让一辆轿车通过 怎么也没想到才要继续往前走 就被另一辆机车猛力撞上 事故现场留下大量血迹 二十号凌晨两点多 复兴路发生这起严重事故 骑士撞人后重摔地面 机车还滑行十公尺撞进骑楼 六十九岁料姓路人 双腿骨折送一抢救不治 而二十五岁曾经骑士 伤势严重留院观察中 经查陈姓驾驶五英九 相关的造势因素 不排除是夜间事先昏暗 又是五号制路口 才会没有注意到行人 酿成汗事 另外在彰化一三九线 又发生摔车事故 男骑士肢体和臀部擦伤 而后座乘客头部撕裂伤 救护人员小心翼翼 协助伤者送医 警察发现造势双载机车 还是无照驾驶 往彰化途中过完实控摔车 连人带车冲到对象 撞击小货车汉立民女骑士 男乘客还摔落边坡 酿成三人受伤 女骑士无辜被累残 无照骑士冲撞 造成左腿擦错伤 真的有够倒霉 手信三人经过医院治疗 都没有生命危险 记得联署的陈志杰 五常三代入帽 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